表扬卓越同时对在地有所贡献的青年创业家 同时金发局和雅各国际青年商会这一天 举办了2021在地优秀青年创业家选拔颁奖典礼 今年度是选出了六位优秀且潜力创业家 将有市府接手创业一条龙的辅导 每和创投资金加速着创业成长 从国际青年商会中华民国总会长手中接下奖牌 这六位得奖者都是2021年荣获的优秀及潜力创业家 经过第三方公正评审 他们不仅在事业上表现卓越 也对在地做出贡献因此拿下殊荣 这期也非常感谢评审的肯定 让我们透过这样子的选拔机会 来让更多人认识我们 那也透过我的故事来鼓舞更多年轻人 让知名度更加的扩展以外 我们还有自己主办市集活动 也就是跟百货业者合作 然后把一楼广场借下来 然后来举办一个市集 邀请更多跟我一样的年轻人 他们如果是喜欢画画的 喜欢创作的 都可以一起来加入我们 希望可以让这些在地优秀青年 然后被我们的社会看见 那被更多人知道说 他们所做的事情 其实是优化我们台中在地的事情这样子 为了表扬卓越表现青年创业家 台中市金发局和雅各国际青年商会 连续三年举办在地优秀青年创业家选拔 鼓励优秀的青年创业家来台中创业生根 这一次获奖的青年有从事高饼咖啡和快速减法等行业 不同的领域各有不同的专业 唯一相同的都是有服务的热忱和坚持 更需要的就是说 一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可以得到更多的国际性的一些行销 通路啊 还有一些锚点的部分 可以让我可以在更多元的地方 可以伸他的触角 毕竟我们是属于单一个创业体 我当初一开始一个人 我走得超快 但是我发现我没有团队 我没办法走远 所以我希望呼吁给未来的 想要跟我一样创业的人 首先一定要有个团队站 团队站才走得远 我们最近有找了很多就是 我们应该说我们这样去串联 说我们有很多的像资源 资金方面的资源 然后跟我们税务方面的资源 然后以及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资源方面 可以让他们去继续去支撑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颁奖点这一天同时也举办 创业资源交流媒合会 以及青年创业讲座 让更多在地创业青年 可以获得经验知识互相交流 而得奖的创业家 市府经发局也接手创业一条龙福道 媒合创投资金加速创业成长 这里进行台中采访报道